今天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簡報 我們今天主要呢會用到兩個 一個就是叫Debug Video Capture 另外一個叫Active Preventer 前面這個呢英文版的 但是呢他比較單純就是錄影而已 不管你是錄螢幕上的畫面還是錄webcam的都可以 後面這一個也可以錄影 但是他也可以做什麼影片剪接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為我們今天還有數位教材 對不對 數位教材 那所以他也可以把你的內容做成數位教材變成網頁 變成網頁讓同學你要互動的也可以 用那個 自動的也OK 可能有的老師可能同學比較沒有 但是老師也許學校我記得有買那個powercam 有沒有 有很多學校買那個powercam 這樣的一個軟體就是錄 老師簡報的時候就可以順便把那個 畫面跟那個錄下來然後他發布成網頁的時候就可以做互動 一般比較常見是這樣子 那他也可以做 好 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後面這個 Ati Printer是有中文的 有中文的 我們去年在學校介紹的時候 那時候還只有簡體版 現在已經有就是繁體版 所以各位比較幸福一點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一般我們最常見的錄影就是像這樣 在教室後面 加一個DV 把整個活動就錄下來 可是請問有沒有會去借 那個叫做記錄 所以 不太方便 再來就是說 一般來講 像在這種情形之下 請問 投影上的內容看得清楚嗎 如果你要看一些數據 或是網址 其實常常拍下來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 透過 這兩套軟體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把它錄下來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 這個錄影的方式 大概有分成這幾種 第一個 我們稱作全動式的 全動式的 簡而言之 叫做全都錄 管他的 反正BB開架就錄了 你做什麼動作都錄啊 所以 一般來講 這樣子檔案會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您用的是電腦上的畫面 電腦上畫面跟我們電視上畫面比較不一樣 在哪裡 電視上的是畫面一直在變更 但是如果以我們現在 在 簡報也好 或者像這樣 電腦上的畫面 請問 我常常是不是就是這個畫面就停著 然後會開始講 我要講的內容 因為上面通常是摘要嘛 所以一般來說 除了這種全動式以外 還有一種 叫做影像式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 電腦螢幕上的畫面 我只要拍一張就好了 剩下的他把你錄聲音嘛 然後滑鼠的移動就模擬了 好就模擬了 所以有另外一種方式是像這樣子 好像這樣子 再來呢 有一種就是混合式的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在電腦上操作 比如說你用拖曳的 或者是翻頁有沒有拖曳 那個就沒辦法用模擬的 怎麼辦 就要真正把你錄下來 所以他可以自動判斷 也可以手動判斷 好你確定這段這樣錄的 你就自己切換 那如果一般的就用拍照的 所以這個是兩個混在一起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用在什麼 一般比如說我們所謂的互動式的交絕上 像 Adobe 我們介紹軟體 Adobe 最早有 一個軟體叫 叫做 Captive 那時候1.0出來的時候大家很驚豔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影像式的 我拍下來之後 我還可以 透過 時間軟 好像投影片一樣就是編輯 就是編輯 所以 那時候還蠻 大家蠻驚豔 可是 他比較不適合就是 錄太長 錄太長就比較慢 相對比較慢一點 那 好處就是 大家可以 就是不同的人可以共同編輯 那如果我們是用全 就是所謂全都錄的方法 也就是怎樣 吃螺絲 就要重來嘛 就要重錄一次 好 這個是各有優先 那另外呢 像我們錄電腦螢幕 再來就是 如果您比如說是屬於演講式的 也可以啊 也可以錄下來嘛 對不對 所以主要是差不多用在這幾個地方 那我們再來看看 比較常見的這個軟體的部分 付費的 像這一套應該有學校可能也有買 因為早期也蠻多人用的 Condensia Studio 一套應該是一萬上下 一萬上下 用的也蠻多 但是他還是一個比較大 他好處是可以輸出很多格式 那缺點就是 檔案其實還是蠻大 轉出去之後會變小 但是原生格式 就錄影的那個格式是比較大 比較大的 再來我們剛剛講到的 Adobe這個Captive 他後來改名叫做Presenter 現在好像到7的樣子 到7 另外這幾套也都不錯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Powercam 然後後來現在又推出一個Applecam 這台灣的 好這台灣的 所以也還蠻不錯的 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只是他算是比較屬於付費式的 付費的一個 那我們現在呢 免費的我們用到的 是上面這兩個 事實上 以前我剛開始也不是用他 我是用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錄下來其實很小 也很小 只是他 可以算免費也可以不算免費 因為他不是單獨販售的 而是在一個什麼視訊匯理裡面的 軟體 但是你網路上是可以免費下載 所以他用他的好處就是他檔案很小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他有自己屬於自己特殊的格式 所以通常還要做一個轉檔的動作 那今天像您剛剛所看到我錄下來請問要不要做轉檔 不用啊直接播就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這兩套都有這個 好處 檔案夠小 而且要免費 對不對 然後呢 又不是特殊格式 好都是一般的格式 就可以用 當然 這兩個主要都是在什麼 商 非商業用途是免費的 如果你要用在商業用途上 他就是屬於付費的 下面這一套 是我比較常用的 請問付費多少錢 你知道嗎 1000出頭 如果你要商業版的話 你怎麼很貴 不會嘛 少吃兩餐就回來 對不對 那上面這一套如果是付費的部分 付費的部分就是多一個零 也是1萬出 可是他在免費的功能應該還蠻夠我們用的 如果你用到的是付費功能 他會多一個小LOGO在上面 他沒有 沒有限制你 還是全功能 但是不然都有小LOGO 你可以自己 決定 看這個東西 會不會影響到你 原則上通常都還好 還不會影響到 就是 大到蓋到你的 整個內容 這樣 只是會有他的LOGO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參考 反正 先用看看 他也沒有時間限制 就是功能 會加LOGO進去而已 好 OK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畫面 我就不用講 在這裡 這裡我有寫 有寫一下 大致上他的限制在哪裡 好 那你了解這些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到底 準備的時候 應該做什麼事情